俗话说道高一尺,磨高一炸,这话本来是说跟妖魔鬼怪做斗争,但是要用在跟自己的亲人勾心斗角上面,那就太无情了,但有时候不得不用点心计,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最亲的人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来。 李阿姨跟自己的儿子儿媳进行了一场较量,虽然她最后大获全胜,但是她一点儿也不开心。 下面请听李阿姨的字述,我叫李贵英,今年62岁,我有钱有房,按理说过的应该很滋润,却因为对儿子的过分宠爱,让自己险些无家可归。 我跟老伴都是农村人,年轻时候家里很穷,我嫁给老公的时候,婆婆只给了两间破瓦房。 婚后一年,我就生下了一个女儿,当时计划生育抓得紧,村里的妇女主任到我家来,动员我去领独生子女证,但婆婆和老公都希望我再生个儿子,我也想要个儿子,农村人的思想都是养儿防老嘛。 两年后我又怀了孕,果然生了个大胖小子,老公看着儿子,高兴得合不拢嘴。 他说,以后我就更有干劲了,我要为我儿子打拼。 因为生二胎,上户口时还被罚了几千块钱,但老公说太值了。 在那以后,我在家带孩子,老公在外面忙着挣钱,他有泥瓦匠的手艺,跟人合伙自己也当起了小包工头,在十里八乡为村里人盖平房,小二楼。 慢慢地,我们的生活好起来,按村里人的习惯,肯定有了钱是要翻盖家里的旧房子,但是老公眼界开阔了。 他说,现在的人都往城里奔,为了儿女的教育,还是城里好。 因此,我老公在县城买了一套楼房,那时候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才花了十五万。 之后,我们全力培养两个孩子,女儿学习不太好,上完高中就不上了,在县城找了个临时的工作,二十五岁时就嫁人了,女婿也家境一般。 总算儿子不负众望,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,后来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。 当时,我老公高兴地摆了好几桌招待亲朋好友,说这是祖坟上冒清烟了,生出这么优秀的儿子。 儿子大学毕业后,到了省城一家国企,工作定了,就该结婚成家了。 没多久,他就带回了一个女孩,据说是他同学介绍的,在一家私企当会计。 我们当时还说他,你好不容易有了好工作,再找个没正式工作的,不亏吗? 儿子说,他就喜欢这个女孩,我们见他这样说,也就没意见了。 老公很有远见,他跟我商量说,给儿子买房只给他付首付,不能付全款,不然他们就没有动力了,花钱也不知道节俭了,必须让他们知道挣钱的难。 就这样,我们给付了三十万,买了套一百平米的房子,每个月他们要还三千多元的房贷。 婚后不久,儿媳就生了孙子,我去省城给他们带孩子,这一代就是六年,直到孙子上小学,我才回到县城跟老伴团聚。 让我没想到的是,我刚回家一年多,老伴就查出了病,都已经是中晚期了,我伤心欲绝,刚到了享受的时候,他就得了这病,直是没福气啊。 老伴走的时候,把我的晚年安排得明明白白的,然后才依依不舍闭上眼睛。 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,天天看着老伴的一项伤心痛哭,女儿怕我哭坏身子,来陪我住了一段时间。 过了两个月,儿子儿媳突然回了县城,说是要接我去省城养老,怕我一个人在家思念成疾。 我感动得一塌糊涂,果然孩子们都是懂得感恩的。 我又住进了儿子家,这次,儿媳不让我再干那么多家务,总是叮嘱我多休息,别累坏了身子。 过了一段时间,儿子说,县城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,不如租出去,还能挣点租金呢。 我一听也有道理,就全权委托给了他。 几天后,他说要在中介挂出租,也得房产证上的人签字,接着他说,为了以后不麻烦你老跑,不如把房子改成我的名字。 我一想也有道理,反正房子以后也是儿子的,早过户晚过户有什么区别。 于是我们到了公正处,人家说房子由我老伴的一半,女儿也有继承权,还得他放弃遗产继承,我们才能过户。 女儿说,我不惦记爸爸的房子,不过妈你可得留心啊,万一以后弟弟弟习不孝顺了,你可没地方住了呀。 我说,不会的,你爸走了后,他们对我特别好,你弟习连家务都不让我做。 就这样,我们顺利地把房子过户到儿子名下。 过了不到一年,儿子的丈母娘住进了家里。 从她来了后,儿媳对我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。 我做家务时,她也不再阻拦了,娘俩时常躲在屋里嘀嘀咕咕,儿媳看我哪哪都不顺眼,我小心翼翼地做好饭,她不是闲了就是说淡了。 以前,我在他们家坐了五六年也没这么挑剔过,一看就是故意找岔。 有一天,我刚拖完地,丈母娘就在地上走来走去,又踩出了一个个脚印,我说,你能不能坐在沙发上等地干一会儿再走呢? 然后,她就跟我争执起来,儿媳下班后,她妈妈立刻把我跟她生气的事添油加醋告诉了她。 儿媳板着脸,把我叫到客厅,说,妈,你帮我们带了几年,孩子挺辛苦的,现在住着还要让你做饭做家务,我实在是于心不忍,不如你回老家去养养身子吧,孩子就让我妈带吧。 我说,你们把我的房子租出去了,我往哪儿住啊? 儿媳说,不是村里还有两间平房吗? 我说,那多少年没住人了,都快塌了,你让我怎么住啊? 儿媳又说,要不你就住我姐姐家,这么多年,她这个当女儿的也没进过校啊。 我气愤地说,我给你们买房买车,带孩子,又把房子过户给你们,让你姐进啥校啊? 儿媳说,那可不能这么说,你又不是生了我们一个,当女儿的就算不继承家产,也得尽孝,你看我妈以后,就是跟着我养老呢。 我一听要气炸了,怪不得呢,看我没有利用价值了,这是要让丈母娘住进来,把我挤兑走呢? 我不再理她,等儿子回来,我问儿子,结果让我没想到的是,儿子完全就是各欺管言。 她说,既然两个老人处不来,为了大家免生气,你就到我姐家住一段时间吧。 我说你们这招谢莫杀驴可玩得真好,我哭着数落他们,但他们就是一声不吭,任我怎么难过,他们也不揭插。 我没办法,也没脸面在他们家再待下去了,第二天我就收拾东西回了县城。 我怀着愧疚到了女儿家,当初她劝我过户要谨慎,我还反驳她,如今话被她说中了,她肯定会数落我。 谁知女儿女婿见我这么难过,他们没有说我半句,反而安慰我说,都是你的儿女,你在哪家住也一样。 我们家虽然小点,但是将就着也够住了,小时候我们家的平房还不到二十平米,不也照样其乐融融吗? 女儿的话让我十分暖心,不过我跟女儿说,我咽不下这口气,他们给我设了个套,分明是耍我, 哪有这样耍自己亲妈的,亏得我对他们掏心掏肺的好,我得想办法治他们一下。 女儿说,那你打算怎么办,那可是你亲儿子。 我说,跟你坦白吧,你爸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一手,他给我留了一百万,让我不要告诉你俩,以后看你俩谁孝顺就给谁,要是两个人都孝顺,就一家一半。 明天你就给你弟打一个电话,说我要分配财产了,女儿给弟弟打电话,第二天,儿子儿媳就开车跑回来了。 儿子一进门就意外地说,妈,想不到你还是个百万富翁呢,我爸可真是深藏不露啊。 儿媳也说,妈,你走了后,你孙子天天哭着要找你呢,咱还是回省城住吧,实在不行我让我妈回老家去。 我乐呵呵地说,儿子啊,你爸当初走的时候,说我的房子何钱呢,儿女一人一样,房子已经过户给你们了,这钱就留给你姐了,不过你吃亏太多,让你姐再给你们十万,你俩看咋样啊。 儿媳一听瞪大了眼睛,两人面面相去,表情分明是后悔下手太早了,要了房子吃大亏了。 女儿赶紧说,妈,县城的房子才四十来万,弟弟太吃亏了,还是把钱给他们吧,我咋样也行。 儿媳赶忙附和说,我姐想得真周到。 儿子也说,妈,我们把房子过户是为了办理出租手续方便,您也知道的,我又不是要霸占您的房子。 现在既然重新分配,那个就不能算数了。 我心里在冷笑,知道你们怕吃亏,等的就是这句呢。 我对儿子说,那你要钱的话,就得放弃房子产权,把房子过户给你姐,过完户我就把银行卡给你。 儿子还不放心,跟我去银行查了下余额,不多不少,整整一百万。 没多久,儿子就把房子过户到女儿女婿名下,我也信守承诺把银行卡给了他们,他们兴高采烈地回了省城。 晚上,儿子就气呼呼地打来电话问我,妈,为啥银行卡上的钱取不出来啊,人家说账户不存在了。 我说,我把银行卡挂失了,你们拿到的是一张废卡。 儿子顿时就炸了,妈,你不带这样耍人的吧? 我这时才把心中的不满发泄出来,你不也是听了你媳妇的话,这样耍我的吗? 本来我的打算是所有的房子和钱将来都是给儿子的,谁知道你们两口子这样急不可耐,还没咋样,就想把我吃干抹镜踢出门啊。 这时,儿媳妇夺过电话,愤愤地说,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,我这个当会计的都大意了。 你跟自己亲儿子这样斗心眼有意思吗? 我冷笑一声说,你现在知道是亲妈了,你算计我赶我走的时候,怎么不念在我是她亲妈呢? 说完,我就挂了电话,不再理会他们。 等房租到期我就搬回自己家,通过这次事情,我也知道了谁是真心,谁是假意。 而且,我有房子存款在手,要是以后女儿女婿一直对我好,我就都留给他们。 不过,尽管我大获全胜,但我一点也不开心,没有胜利的成就感,甚至还有些心疼自己的儿子,跟着媳妇算计老妈,又被老妈算计。 至于我那儿媳妇,让她空欢喜一场,我才解气呢。 结束了。 全面 flavour。 很 Viveni様。 全面看到了他的女儿人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